前不久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文章 指出全世界15岁以上的男性中 有三分之一感染过HPV病毒 消息引起广泛关注 9月11日 记者致电9架HPV疫苗销售企业 客服人员表示 目前用于男性接种的HPV疫苗 正在进行试验和申报工作 你们销售的这个墨沙冬的这个HPV疫苗 是可以给男性注射吗 目前的话 在国内的话 还在做相应的临床试验 目前已经在申报了 可能申报通过之后可以用 是吧 是的 男性感染HPV的情况是否多见 HPV感染对男性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有泌尿外科医生对记者表示 男性感染HPV的概率其实很高 只是临床症状出现较少 因此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经常会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的话呢 大家很多时候也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大概只有少部分的男性 在感染HPV之后 HPV的话呢 在局部 尤其是比如像包皮啊等等这个区域 它发生快速 这个分裂复制的时候 那么就会产生一些 像乳头量的病毒这种表现了 比如说 大家能看到有些男性的话 会在生殖器附近 产生一些油状物 那么有临床症状的这种人的比例啊 其实并不高 很多时候的话呢 可能只在十分之一左右 张小薇指出 男性感染HPV的发病率和危害性相对低于女性 但症状容易反复 而且存在致癌的风险 从治疗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目前呢也没有一些特效的药物 主要是针对流体本身的激光啊 或者二氧化碳 这种冷冻啊 这些消融的方法 不代表着说把它清除之后 就不会复发了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长达半年 甚至一年的时间 反反复复复发作 那么给很多病人的话 也带来心理上的这些困扰 那么有这个油的同时 但下一步 它可能会 尤其伴随着包皮过肠的一些问题 它可能会导致阴静癌 这个的发生 包皮过肠 以及长期反复的HPV感染 都是导致阴静癌 或者这个包皮表浅的 这些皮肤癌的 这个发生的重要因素 张小薇表示 HPV以性传播为主要的传播途径 会在男女之间互相传播 因此当女性感染HPV 男性也应进行相应检查 但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公众观念 及取样困难的原因 男性往往疏忽相关检测 男性的话呢 很多时候去检查的时候比较困难 即便是我们用一些柿子 去比如说在尿道 以及包皮表面 灌着沟源的这些区域 去取材的时候 会发现因为这个上皮细胞 它很少能脱落下来 很多男性呢 他对这个问题的知晓率很低 他认为自己没有发病 没有看到任何的问题 就不可能和自己有关 张晓威所在的泌尿外科 也曾接诊多例HPV感染男性 他介绍发生症状的感染者 通常存在生殖健康卫生概念不佳 包皮过长的特点 年龄常见于20至40岁 他强调预防HPV感染 除了避免体液接触 也应尽早注射疫苗 如果想预防的话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要做好 在这个性生活过程当中的 这种保护行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进行了一些保护行为 它仍然是有这种概率 是传播的 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些体液传播 现在WHO去推荐的 就是使用疫苗的方式 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话 已经是针对性活跃期的男性和女性 就建议去使用HPV疫苗的 所以我们国家 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也会加大推广男性的HPV疫苗的推广 应该是在性发生之前 就应该进行一个接种